在之前兩集的Vim的介紹裡面 第一集跟大家介紹了關於Vim的基本文字操作以及編輯 第二集介紹了視窗的管理以及切換 那接下來這一集呢 我打算跟各位介紹一些我自己在工作上有用到 而且我覺得還不錯用的Plugin給大家參考看看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既然我們要來看Vim的Plugin的話 首先我們來看Vim的Plugin這個套件管理工具 在以前呢你安裝Vim的Plugin可能會有點麻煩 那你會需要先把VimPlugin 你會需要先把檔案下載回來之後解壓縮 再把這些相關的資料夾或檔案放到對應的資料夾裡面去 那一旦你的Plugin裝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Vim的資料夾就會越來越髒亂不好管理 那後來有上新人士做出了套件管理工具之後 Plugin的安裝就變得單純很多 目前套件管理工具有好幾套 那我用的是Pathogen 是這一套Pathogen這一套 它的安裝方法你可以直接參考它 因為說明其實還蠻容易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安裝之後Plugin要怎麼使用 其實它的安裝方法就是 就是只要把Plugin整個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開一個資料夾給它 然後例如說我們看 Slimat這個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很多的資料夾 例如Slimat Syntax 然後FtPlugin 這麼多一些 你是需要把這些資料夾一個一個拆開 拆到就會被資料夾放在一起的 那 現在的話你只要把它整包解壓 所以放在什麼地方就可以了 對 就這麼簡單 一個Plugin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如果說 如果說你哪一天不喜歡 你就只要把那個資料夾砍掉就OK了 所以是相當的簡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Vim打開的樣子 好 首先你會看到 在底下有很華麗的狀態列 有綠色啦 灰色啦 還有一些特殊的符號 那這個其實這並不是我自己做的任何設定 這是一個Plugin做的 這個Plugin叫做PowerLine 那個Plugin的連結我會把它放在網站上面 幾乎我不用做任何的設定 就可以有這麼漂亮的狀態列 好像相當方便 再來我們來看一個有趣的小Plugin 來 好 這是一個人是一個C的程式嘛 那 如果以前 如果你要換顏色的話 例如說你可能是換 你可能是這樣換 就是你打Color Scheme 然後再打 名字 那有位朋友做了一個很方便的小工具 可以讓 可以讓你可以這樣快速的切換 它這邊右邊會跑出一個 一個小視窗 你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做切換 那上面再半部是內建的 Vim內建的 那底下例如說這可能是我自己做的 這是我自己做的 這是我自己做的 應該是說這是我自己放進去的 你可以很快的這樣再做切換 你就不用在那邊打指令 然後 你就可以很快看到你要的結果 好 忘了說 剛剛這一套可以直接讓你快速的換顏色了 這一套Plugin叫做ColorSelector 好 這個叫ColorSelector 然後我一樣會把連結鋪在頁面上面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一套Plugin叫做Snap Snap Snap的這個名字呢 它其實是從 Mac上面有一套蠻專業的文字變輯文題 叫做TextMap 從它那邊學過來的 那 嗯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例如說我今天如果有一個檔案叫做Test.c 好 那我只要打少少幾個字 例如說我打Main 按 然後按Tab鍵 你就可以可以看得到它自動的幫我長出了這些程式嗎 出來 好 這個其實相當方便 那如果說這些我 再例如說include include也是很常用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油邊會自動幫我跳到 嗯 那個 sdio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我可能就是我要開始編輯的地方 好 那一樣 如果我今天打if 它會 然後它會幫我把 直接把油標跳到if的那個 那個狀態判斷裡面 如果去按Tab鍵 它會跳到下一個 需要修改的地方 好 Z5P Print的這個其實也是一樣 那 呃 你可以在想說那這些這些內建的這些 這些Snap如果不夠用的時候怎麼辦呢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呃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地方開始寫你自己的那個 那個 那個 例如說 呃 我這些都會對應到同檔名的的 那個 的Snapit 例如說我今天我想要編寫那個HTML 的Snapit 的話 它的寫法其實是很單純 例如說我們這樣看 我今天打一個就是打JSTemplate 然後我直接再開一個檔案 HTML 好 那你看我今天只要打JSTemplate 例如說我打JSTemplate 它就會幫我閃出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回來對應對應比較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的那一呢 我的這個一呢它就會停在這裡 那二就是下一個 三就是結束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如果打一打之後 我再按Tab 鍵 它會幫我跳到這裡 我再按Tab 鍵 它會幫我跳到第三個地方 所以 它其實它編寫的方法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 呃 現有的不夠 或者是你想要寫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Snapit的話 你就直接在 你就直接在 呃 就開一個跟它同名的Snapit的檔案 然後 你就可以把你一些自己平常工作上 用的到的Snapit 然後放到你的BIM裡面來 讓你的工作做起來更順手一些 那接下來 呃 因為我的工作平常也會改一些HTML啦 CSS啦 所以我用了一個 一個顏色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呃 顏色的 呃 我直接在這個地方 我直接打這個地方 嗯 neglected modo 那 ibrale summarize 各位有注意到嗎 我那個 Red 的地方直接變紅色 然後 例如說我們再換一個 呃 White 它會變色 然後 例如說我們再來 它其實不只是文字 它這些色其實也是ok的 所以這樣其實可以讓我更直覺的知道說 原來我現在打的這個FF0000是什麼顏色 然後讓我的畫面上看起來更豐富一點 應該是說我就知道這個地方是有顏色 這個方形叫做CSS Color 不過要注意這個版本你要用對版本 有一個版本會它是Random這些方形的顏色會非常的慢 我一樣會把連結放在頁面上面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Plugin叫做Surround Surround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文字編輯Plugin 如果今天想把這個Screen的這個 它這兩個雙一號把它拿掉的話 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也許你會這麼做 你先把它砍掉然後進入顏色模式 再塞一個單一號給它 然後後面一樣這麼做 那如果你稍微進階一點點 你可能會知道用R來替換掉 但是這樣其實還是有點辛苦啊 有這個Surround這個Plugin之後 它可以幫你去替換掉在外面的這些東西 包括蛋一號或者是雙一號 我們來看它怎麼用 你只要打CS CS代表Change Surround的意思 然後雙一號再蛋一號 你就可以看到它很快的 就可以把雙一號全部換成單一號 我們在CS 雙一號蛋一號 那除了單一號可以換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換一些別的東西 例如說 這個Title的部分好了 我今天它的Title是兩個角括號啊 如果我想要把它換成小括號或中括號的話 我要怎麼做 我一樣用Change Surround 然後把腳括號換成大括號好了 你可以看得到它很快的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外面這個包圍的這個部分把它換掉 那如果你不要 例如說你今天這個 這個 這個Screen 這個括號 這個蛋一號 不要的話 你要怎麼把它刪掉 其實我想 可能你也猜到 因為 在Vim其實有些規則啦 例如說我今天如果把這個拿掉 我只要 DS 蛋一號 就不見了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樣 DS 小括號 它就會跟著不見 這樣其實很方便 除了蛋一號 雙一號 還有一些括號之外 其實Surround 它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 它不只可以換這些 它還可以換Tag 例如說 以這個HTML 這個這個來看 我今天如果想要把這個Title的部分 換 我們在底下這裡 這樣好了 如果我今天想把這個Title 外面然後換成P P Tag 我要怎麼做 我叫Change Surround Tag 然後呢 直接打我要的 例如說我今天再打個 這個要改成一個P Tag 然後結尾之後 你可以可以看得到 它很快就可以把原來的Tag 換成P Tag 那我做的就是 Change Surround Tag 然後呢 例如說我再把它換成Div 結尾之後它就回來 那它不只可以換這樣 例如說你今天如果想要把這個Div 換成一個連結 你Change Surround Tag 然後 然後 A.htm 結尾 它會幫你把這個 這個字 直接把它做起來 那接下來如果說 假設你想要 我們來看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 Background Color 這個字把它加雙一號 的話應該怎麼做 它也沒辦法把什麼 它也沒辦法用 用剛剛的方法 什麼CST 用CS 什麼雙一號 它其實它方法就是 你可以先把 你可以超過 那個Vision模式 把這個字 選起來之後 然後 用大寫S 然後再接上一個雙一號 它就可以幫你把 這個 你剛剛選的這個範圍 把它直接加上 加上雙一號 或者是 蛋一號 大寫之後 蛋一號 這個其實都可以的 那如果說 你想要把 這一整行 假設你要把這一整行 整行全部 全部加上雙一號 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 這樣 你可以直接 就是把它整行全起來 再來做 但是這樣有點沒效率 其實它 在這個時候 它提供一個方法 叫YSS 然後 這時候你要打雙一號 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把你所在的 這一整行的 內容 把它 加上 你指定的符號 那例如說 我在打 YSS 蛋一號 它就會把它 蛋一號把這一整行 加上來 那我們再看 如果我想要加 小括號 它也是OK的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小括號 它多了 它左右多了一個空白 有一點不方便 那是因為我用 我用的是 那個左邊的小括號 如果你今天說 EYSS 然後按右邊的小括號 它右邊的小括號 就會沒有那個空白 那同理其實 大括號 其實也是一樣 左邊的大括號 它會多一個空白 那 右邊的大括號 就不會有 這個是它在使用上的 一些差別 那我覺得這個 Surround這個工具 對我來講很重要 因為我工作上 因為常常在修改文字 啊 編輯文字 很常用到它 好 那接下來 要介紹這個 其實很有趣 如果假設你寫了 程式語言 例如說像 C語言的話 它的程式碼 是用大括號 在做分隔的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是一個程式碼 那你如果想要把這整個 這整個段選起來的話 或者 應該是說 你如果假設你想要把 這裡面這兩行選起來的話 你只要打 VI 大括號 這個它就會 把你那個大括號 裡面的東西 全部選起來 那 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打VI大括號 就會把你這個地方 的東西全部選起來 那 這樣當然是很方便 很簡單 但是呢 這是用大括號的 如果今天你寫的程式語言 例如說像Ruby啦 或者像Python 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Python的檔案 如果 因為它其實也沒有 大括號啦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選起來 那只好用 你可能一行一行選 我現在要介紹的 這個Plugin 叫做 IntentObject 它其實就是 嗯 讓你可以 一次選取 它那個說牌 一樣的 的文字 例如你只要打 如果安裝之後 你只要打 VII 它就會把 嗯 在目前 我優標所在的 這一行的 這個縮牌 以及它以下 所包含的 那如果 我今天到這個地方 打VII 它就 只會選取 我這個地方的縮牌 VII 這其實在 如果你回來這邊看 其實它也是適用的 因為它會 只要你縮牌 說得正確的話 你打 VII 它一樣是可以 可以選的起來 然後 這個地方其實是 VII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 會去找 你優標所在 優標所在的 那個 那個 同一個 縮牌的程式嘛 那如果你想要 除了裡面的 這個選起來之外 你一些 連這個 上面這一行也想選的話 你可以打 VA 打寫 它就可以連這個一起選 好 我們如果回來看這個 這個其實也是一樣 你剛剛打 VII 是選 我手在 的優標這個 這個縮牌 那如果打 VA打寫 它會把 那個 上一層你一起選 不過不見得正確啦 這個會有一點 例如說 你看我們第15行 選到一個 不是我們要選的 但是基本上 你對於這種 縮牌 縮牌的程式嘛 打 VII 它就可以把你選起來 我覺得這是很方便的 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接下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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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來 如果你沒有抓到這個 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找 這個 這個小括號 它對應到的 結尾小括號 我只要按 百分比符號 它就會跳過去 跳回來 然後 大括號其實也是一樣 大括號 它會 很快的跳到 它 對應到的那個結尾 只要它有正確的結尾 但是這個 Matched它的好處就是 它除了 原來這些大括號 小括號的 批配比對之外 它還可以 例如說我今天打 像在HTML裡面 我們常用這個 Tag 你按 在這個Tag上面 它會跳過來跳過去 跳過來跳過去 然後 例如說在Style這個上面 你一樣 按百分比符號 它會幫你挑到 開頭跟結尾 開頭跟結尾 那當然前提是 你的那個Tag 有確定 那個層次 有時候 如果你今天是 潮狀的那個Tag 然後 沒有比對 它一樣 是找不到的 所以像這個地方 Head它也可以 Body 其實也是可以 可以讓你很快的 從頭跳到尾 跳到它的比對 它覺得它應該要 結尾的那個Tag上面去 接下來 有一個小小 一個小Plugin 我覺得還蠻有趣 而且我自己蠻常用的 叫做RackTag RackTag它是 讓我可以 在打一些Tag的時候 打起來更方便 我們來直接看 如果說 假設我這樣 我在Body這裡面 打個DIV的時候 我 原本如果 你比較手工 打的話 你可能要這樣DIV 然後 DIV結尾 這樣 有點辛苦 這個RackTag 這個Plugin 它可以讓我 例如說 我只要打DIV 然後按Ctrl-X 再按Enter 它就會 幫我 做出一個這樣的 對應出來 它連外面的Tag 都會幫我 做好 那如果今天是打DIV Ctrl-X 然後按空白 它會做出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Tag 出來 那我知道 有一個Plugin 叫做ZenCoding 不過 它其實就是 可以讓你 打少少的字 然後一樣很快速的產生一些 產生能對應 而且整齊的HTML Code 不過 其實我用不習慣 我個人還是比較習慣 就是用這種 稍稍簡單的Tag 然後 可以做微調 比較方便 OK 那我們接下來 介紹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非常好用的 一個Plugin 叫做 Nutri Nutri 這個的作用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是 嗯 其實你開一般的 我這邊 added 你貼我的是ID 它一定都會有一個project的 一個檢視的 一個樹狀結構圖 那你在裡面如果你要這麼做 你安裝那個plugin之後 你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例如說 當你安裝好了tree之後 你要tree之後 它就會類似一個樹狀結構給你看 那你就可以快速在這個地方切換檔案 除了這個快速切換檔案之外 你也可以按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些書籤 例如說 按大顯的b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建立你的書籤 那例如說我今天要跳temp temp這個字要講的時候 我只要在這個書籤上面按enter 就可以跳過來 那其實有些細節 例如說你如果要怎麼使用它的話 請按問號 按一下問號就會跳出這裡 就會跳出一個說明 跟你說應該怎麼使用這個 這個netree 這個plugin 你再按一次問號就會 就會關掉 那例如說今天我要新增一個檔案的時候 我只要打m a 然後底下就有一些提示 例如說我今天打一個test.rb 要新增一個這樣的檔案 那如果我不要的時候 其實我動作是m開 m然後d y就不見了 那因為其實它在這個地方 它每來建立檔案跟建立一個資料夾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只差於在你接我 例如說你今天我要建立一個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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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在ma 然後呢 test 然後最後接個字號斜線 它就會把你當成是你建立一個資料夾 那一樣你要砍掉的話 md yes 它就砍掉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方便的一個工具 雖然我已經很不常用它了 為什麼不常用它呢 因為我要找檔案的時候 我一個更方便的工具叫做 ctl-p 可以讓我打少少的字可以找到檔案 例如說我打檔案ctl-p之後 我想找個檔案叫object ect 各位注意看 其實我只要打少少的字 它就會去找出 不管是路徑或者是檔名裡面有 包括obj1的關鍵字 然後你按enter 它就可以直接打開這個檔案 然後按ctl-p 然後 就可以找得到 其實我覺得是很方便啦 ctl-p的更多細節 你可以去找 你看那個plugins怎麼用 那 因為其實這裡 在ctl-p的模式 你可以再按ctl-f 你可以用ctl-p找你的barb 或者去找你的mru 就是你最近開過的檔案 或者是原來在你這個目錄底下的所有檔案 這個對模式切換 各位可能就是直接去看它的說明 那如果你這個 這個視窗想要關掉的話 按ctl-g 這個就會鎖下來 ctl-p ctl-g 就會鎖下來 我覺得這個ctl-p 對我寫程式來講 因為我只檔案只要一多 我覺得這個是很方便的一個工具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plugin 是 跟工作比較沒有直接關係 那主要是 我拿來做筆記用的一個小工具 那 以前我要做筆記的時候 也許我的一邊工作 我突然想到有些想法 那我想把它記下來 我的做法就是開一個記事本 然後把想到東西寫上去 然後存檔 那這樣其實多少還是有一些些不方便 那這個plugin呢 叫做VimWiki 它可以讓你在這個Vim裡面 直接寫Wiki 那你只要 按V的www 就可以把它交出來 然後呢 裡面這樣的語法 就是用一般的VimWiki的語法 那例如說 我常常有一些連結還沒看完的 例如說以這個來講 那我只要按enter進去 就可以看到 我這裡還有很多連結沒看 按那個back鍵就可以這個回來 那你隨時可以在這個地方新增一面 那你隨時可以在這個地方新增一面 然後如果你這個檔案是不存在 假設我今天來一個test 然後 你可以看到它顏色是紅色的 那紅色代表說你這個條目現在是不存在的 你只要按enter進去 它就可以開始自動幫你建立 那存檔之後 它就會直接 因為我的設定是 我是把它設定 同步到Dropbox上面去 所以這個檔案以後 我今天在 我這台電腦編一邊網 我在另外一台電腦一樣可以做編輯 我覺得這很方便 按enter進去 按back回來 裡面用到的語法 就是一般你可能在編寫Wiki用到的語法 OK 那我們這一集的介紹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那下一集呢 因為我主要的工作是寫Ruby跟Rails 所以下一集會做為一整集介紹 如何使用Vim來開發Ruby跟Rails的應用程式 也就是說 Vim for Rails Developer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一集見